亲爱的读者,平安 诗篇第十篇第一节 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 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 我们从大卫的诗 可以看到很多这样 大卫对神的呐喊哭求 很真实 那同时大卫呢 每一次诗中他都会提到 仇敌攻击我 在这样等候神 还有的诗,大卫说到 耶和华啊,你不理我 要到什么时候呢 要到永远吗 我们以前呢 知道大卫是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神不断地对他说话 我在想 为什么大卫能够成为和神心意的人呢 因为他呼求神比我们多 等候神比我们多 大卫的诗结尾的时候 总是宣告神是得胜的 总是宣告神是垂庭祷告的 所以在读诗篇的时候 同时呢 我们应该要效仿大卫的祷告 大卫的生命 以及大卫的警醒 大卫的诗篇里面 总是会自行公义 行为公义 行为要正直 我从大卫的诗里面 得到很多的帮助 我们鼓励各位读者 各位弟兄姐妹 一起用大卫的祷告来祷告 把大卫的心声 当作自己向神呼喊的心声 把大卫的宣告 当作自己对神的宣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